极高的通货膨胀让美国民众抱怨生活艰难 而高昂的汽油价格是阻碍拜登总统支持率的第一大障碍 与此同时,民主党对2022年11月的中期选举感到担忧 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,拜登的支持率已降至新低 其中包括上周在今日美国萨福克大学进行的一项新民意调查中的39% 请看本台记者秦鸿军的报道 面临采取立法措施遏制飙升的汽油价格的压力 总统拜登周一表示,他将在本周末之前决定 是否实行联邦汽油税免税期 由于许多州的燃料价格飙升至每加轮5美元以上 此举将暂停征收每加轮汽油18.4美分和柴油24.4美分的联邦税 虽然它可能会提供一些短期的缓解 但是该政策有很多批评者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一旦假期结束 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可能会推高通胀 耗尽运输资金 并且只会减少汽油价格整体历史性飙升的一小部分 尽管拜登没有讨论政策的细节 但参议院民主党人在2月提议暂停税收直到年底 许多经济学家表示 汽油税假期只是糟糕的公共政策 不会节省很多钱 在这边